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杀妈,一起告诉我带娃中最烦的是什么? 不不不,我觉得这是人生难题,吃什么? 身为全职家庭主妇,大多数我还是会自己做的, 但当我累了,烦了,或时间不够,又不想点外卖时, 就给孩子做这些快手饭,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上桌了。 我是个成分ingredients怪,在超市买素食, 除了看盐的含量,更看重他用的什么油,糖的含量,还有添加剂什么的。 今天就来看看我在超市都会给山儿买什么做来吃吧。 第一个想和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Trader Joe's这个Chicken Noodle Soup, 在冷藏区那里卖,它的成分可以说相当干净了, 除了主料鸡肉,胡萝卜,芹菜,洋葱,还有就是seasoning调味, 无糖,无味精,无添加剂,虽然一杯的量有610毫克的sodium, 但是它是汤啊,可以自己兑水,我每次都会自己加点水, 口味很好,跟外面买的一样。 今天我就是给他下了点面,里面加了点青豆, 配上蔬菜蘸酱,小主可爱吃了。 晚饭做好了,全是素食片,这个是Chicken Noodle Soup, 然后自己加的noodle,这个是Carrot Chips,鸡蛋,Cellery, 然后这两个deep,这个是Guacamole,那个Everything but the Bagel Deep, 中国就够吃了。 做好了这个 喝热汤更好 干嘛来啊 你看他不好好做的 这是今天我们买的 尝尝好吃吗 好吃吗 再尝尝这个 是瓜卡莫里 买的好吃 要 这个是 这个像ice cream 妈妈尝尝先玩 第二个是这个TraderJose的mini披萨 小主可太爱吃了 不拦着能吃四五个 但是它的成分不是特别优秀 比如 改性糖 变性淀粉 高度加工的葵花籽油 吃多了还是会让孩子体内发生炎症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 在whole foods买的 安妮斯的mini pizza 饼皮加入了一些全麦粉 而且用的是experler press的油 所有的cheese都是有机的 四个小披萨 sodium含量也相对较低 我每次会给山儿两到三个 再配些蔬菜和鸡块 今天配的是Applegate的chicken nugget 记住Applegate这个牌子 它家东西真的都很优秀 我说的是用料方面 但是口感吧 就不如外面买的垃圾食品了 pizza和nugget一起放进空气炸锅 8到10分钟 配上primal kitchen的番茄酱 切了点蔬菜 小婶可太爱pizza了 吃到停不下来 它是mini吗 mini 来 吃吧 我给你拌一下 你吃俩就行了 别吃这个爸爸吧 行吗 爸爸盘盘盘 这什么味儿啊 这是一个拌一下 这一个拌一下 好吃吗 好吃吗 就是cheese piece的味 咸吗 咸吗 做的家餐也是frozen的 叉叉最爱的酸奶 然后就是配这个treater Joe的冷冻蓝莓 它每次这样就是原味的酸奶 酸酸的那种 它不爱喝甜 ok 也不是不爱喝甜的 是我没给它买过甜的 然后加上这个冷冻蓝莓 然后它每次喝都是这么喝 好勇哦 哈哈哈哈哈哈 建于小生这么爱吃pizza 后来我看到安妮家有卖pizza口味的mike and cheese 就买回来试试 果不其然 也是爱吃的不得了 一起来看看成分吧 pasta就是面粉加胡萝卜泥 勉强叫hidden vegetable吧 酱汁和cheese都没有加奇怪的不好的东西 一整份的sodium含量也才470毫克 但是孩子吃一半就差不多了 我这里加了treater Joe的鸡胸肉 成分也特别干净 就是鸡肉和像garlic onion这种seasoning 制作方法就是放进微波炉高火转两分钟 拿出来搅拌一下再一到两分钟就好了 今天给莎儿配的蔬菜是烤kail chips和黄瓜片 莎莎今天的晚餐pizza的mike and cheese pizza味的谁最爱吃pizza了 你是不是 然后呢黄瓜片可以蘸yogurt这个dip 也可以蘸guacamole 然后chips kail chips 小小可爱吃了是不是 let's go吃饭 pico吃你的饭 pico吃你的饭 他要不他不能是平安 嗯 那咯明天吃 今天你还想给他吃也是 ok 挺好的吗 不累 培训板 妈妈 趁忙悬 leung 向往培訓榜 考试啦,还记得刚才Chicken Nugget那个牌子吗? 对了,就是Applegate 再来推荐一个他家的火鸡肉肉饼吧 看它的成分就这么一丢丢就知道有多干净了吧 而且用的是Rosemary Extract这种天然仿佛剂 今天用这个肉饼给莎儿做了一个sandwich 肉饼放空气炸锅8-10分钟 中途剩4-5分钟时 把全麦English Muffin放进去一起烤 趁等着的功夫煎个蛋 组装好就可以啦 上学要迟到了 就直接车上解决了 哎哟 好好讲啊,我们走了 小夏,今天幼儿园怎么没有人呀 其实是没有,不用上学是吗 no school,ok? 吃妈妈就是no more school,daddy no more school,是不是 no no more Nafisa,no more Nafisa,no more teachers no more Nafisa和Lisa,是不是 你的sandwich怎么都吃了一身呀 让我看看啊 行,夸了啊,拜拜 来推荐一个快手炒饭 是面上那种做好的炒饭 我都看了成分 ingredients我都不太满意 但是我发现Trader Joe's有卖这个多古物加蔬菜混合的 用的是各种粗粮加冷冻蔬菜 而且用的油是extra virgin olive oil 真的相当良心了 但是因为古物用的都是粗粮,可能有一点点硬 还有就是冷冻蔬菜的味道 如果建议的话,就慎重购买了 我还是配的他家鸡胸肉 当然你可以夹你家宝宝喜欢的蛋白质 比如说虾仁,牛肉都可以 做法就是在锅里炒熟 加入鸡肉 最后还加了点cheese 配上最开始介绍的chicken soup 健康美味 慢点吃 你在学校吃的服饭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这个兔兰米宝宝贝 妈妈做的皮 妈妈做的 空皮 吃,吃,吃 边缘 快吃,吃 一口,吃 太多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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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介绍一个Costco的日式炒面吧 做法简单,莎儿也爱吃 最后介绍它是因为它的成分我不是很喜欢 用的是最糟糕的highly processed soybean oil 糖含量也不低 虽然莎儿爸说吃着一点都不咸 但半包的sodium就有550毫克了 我每次做的时候都会多加点水 然后再多加点莎儿爱吃的豌豆和毛豆 虽然成分不是最优 但总比外卖强点 孩子开心就好 建议小小娃不要多吃 然后里头加了点痘痘毛豆什么的 莎莎特别爱吃 然后这是薯饼和chicken nuggets 然后她特别喜欢这个番茄酱 吃下来 有点丢的掉着 不要吃 要吃妈妈的果果 你快点 像去她可以吃吗 你看妈妈 妈妈猫豆 好吃吗 Tie me 我怕你走了 冷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